各位朋友,那今天我问你,人生如果只有两个结果,一个是成功,跟另外一个叫做失败,各位朋友,我们的人生没有一半一半的,听懂没有,成功跟失败,大家刚才已经棘手,你选择成功,对吗? 还有第二个在问你自己的,你正在做的事情跟你的成功有关系吗? 听懂没有,所以第一本书,我要介绍你们读的这本书呢,叫做高效能七个人士,他的作者叫做Steven Covey,有没有听过? 谁不知道什么叫,谁是Steven Covey的几首,不知道Steven Covey的几首,有一次我讲的时候,那个人问我,那是什么东西,他是忍耐的,不是东西,我想,惨啊,各位朋友,你知道吗,每一年,那些年收入超过百万的,他们都有做过诊查,这些百万富翁,他们每一年都最少读掉十九本书,怪不得百万富翁不是你,因为你没有读书, 从大学毕业那一天开始,你再也没有结束做书,各位朋友,真的,你要知道成功呢,是要相信经验的,所以我们一定要从书本里面呢,得到成功人士的经验,我们才能够快速的去成长跟改变,所以改变的速度快,随着成长快,随着成长快,随着成绩快,随着成绩快,随着成绩快,随着命运改变的快,听懂没有,所以呢,Steven Covey呢, 你们今晚可以上,你们的Google,上去search一下,ok,他这本书呢,叫做高效能七个人士,高效能力,人士七个习惯, Seven habits with highly effective people,听懂没有,这本书,如果真的想改变的,你要看,他说我们这一辈子呢,天天都在忙四件事情,ok,紧急,重要, 听懂没有,很紧急,很重要的事情,明白吗,很紧急,不重要,不紧急,不重要,不紧急,很重要, 什么叫做很紧急,很重要呢,就是今天你必须要上班啊,上班才有钱啊,才有钱吃饭啊,孩子才有钱上学啊, 这叫做很紧急,很重要的,听懂没有,什么叫做很紧急,但是不重要呢,email啦,应酬啦,听懂没有, 很多的消遣啊,叫做很紧急,不重要的,这些都,你没有气有气,都不会影响你,也不会影响人家的,叫做不紧急, 不重要,但是,很紧急,但是不重要,第三个,不紧急不重要呢,就是养狗啦,养猫啦,养鱼啦, 有的人都还没有成功,你做这些事情是多来的,对不对,有没有,很多年轻人是不是会去那个discord, 那是不是不紧急又不重要的,对不对,对你的人生是没有关系的, 但是呢,天天很多人呢,每一天都在忙是这三件事情,但是呢,有一件事情叫做不紧急, 很重要的这个东西呢,很多人没有去做,各位朋友,你们知道什么叫做不紧急, 但是很重要吗,OK,第一,退休生活的规划,各位朋友, 你已经规划好的几手,哇,几乎没有人规划好,退休,各位朋友, 这个退休,不是马上退休,但是在多十年,二十年,是不是会要退休, 是不是,很多人讲,哎呀,我不喜欢退休的,我会做到老的, 你要做到老,有异弊一定有老板请你哦,如果你活到五十五岁, 有可能已经有关节炎糖尿病哦,你老板请你,他要付出惨痛的代价, 嗯,听懂没有,所以呢,没有人要请你们这样老老的人的啦, 你们自己回去想想,听懂没有,所以呢, 人生规划呢,就是属于不紧急,但是呢, 它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今天各位朋友, 这个不紧急很重要的事情,如果你不去规划, 有一天它就会变成很紧急,很重要的事情,听懂没有, 第二,健康计划,健康计划是不是不紧急, 但是很重要,你如果今天你没有中,什么叫做保健知识, 你没有把自己的健康搞好,改天会生病,对不对, 改天生病就变成很紧急很重要的事情了, 听懂没有,第三,学习跟成长, 各位朋友,现在的学习有可能不会马上让你带来财富, 但是呢,在未来的日子,当你需要用的时候呢, 你有满满的知识,各位朋友, 你就不会被这个趋势淘汰, 今天呢,每一次呢,在危机里面呢, 都是要淘汰一些低能额, 要淘汰一些没有做好准备的人, 各位朋友,但是呢,每一次在危机的时候呢, 都有一群人脱颖而出,变成了百万富翁, 是因为他们知道,在十年前, 有听过一堂课叫做不紧急, 很重要,听懂没有, 他们准备好了,明白没有, 所以呢,接下来呢, 人际关系的培养, 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到今天为止, 还有谁是整个市场跟公司, 家庭的人际的低能额, 天天还很多的人际问题, 天天还给别人讨厌, 天天呢,还天天跟人家吵架, 听懂没有,各位朋友, 你自己算一下, 如果今天是你的葬礼, 有没有八个人跟你钢棺材, 一边是个,两边就八个, 如果这八个人找不到, 就是你是人际关系的低能额, 不是别人的错, 有一本书叫都是你的错, 月亮惹的我, 听懂没有, 因为很多人喜欢赖的为人, 所以呢,今天, 从这一本书你就知道, 其实人生规划对我们来讲, 是多么的重要, 认不认同, 认不认同, OK好,各位朋友, 第二, 你们听过什么叫做, OK, 事实事实理论的朋友几手, 事实事实理论的, OK,一个朋友听过, 其他的都没听过吗, 哦,惨咯, 你们又, 变成了这个叫做, 被淘汰候选人第二, 听懂没有, 所以呢, 各位朋友, 什么叫做事实事实理论, 就是一个礼拜工作40个小时, 一辈子努力40年, 听懂没有, 这个报告跟调查呢, 是来自美国劳工学会呢, 跟保险协会做的审查, 他跟踪了一些一个礼拜, 工作40个小时, 一辈子工作40年的这些人士, 最后呢, 这些人的成果呢, 只有1%的人呢, 居付, 4%的人呢, 可以退休, 5%的人呢, 无法退休, OK, 然后呢, 12%的人呢, 破产, 哦, 然后呢, 29%的人呢, 在55岁以前呢, 就死亡, 因为压力, 49%在55岁以后呢, 还必须要依靠别人的救济, 才能够勉强跟苟且般的活着, 各位朋友, 很多的保险呢, 就是因为这个审查呢, 最后他设计了我们的这个退休保单, 各位朋友, 你会觉得今天, 你没有通过规划, 在55岁以后, 你会很幸运的, 然后不小心的, 因为你家里的祖宗显灵, 然后呢, 你突然变成5%的这个人的朋友接受, 对吗? 我不要讲富贵, 我不要讲成功, 我想55岁你怎么过? 所以这叫做上知天文, 下知地理, 中间找不到自己, 我们的学校, 我们的环境, 没有人教我们, 怎么样的去规划我们的人生, 我们缺乏一所什么叫做上学宴, 对吗? 很多人, 我们常常只会怎么样呢? 历短字, 没有历长字, 所以天天都会把一些不紧急很重要的, 变成很紧急很重要, 所以各位朋友, 你想下, 这些人不勤劳吗? 他多勤劳啊, 一个礼拜工作40小时, 这些人多么努力啊, 他一生人奋斗了40年, 这样子的努力跟付出, 仅然不能够让他们变成有钱人, 背吗? 各位朋友, 你现在是不是也做超过40个小时? 是不是? 如果现在的行情, 你还没有做超过40小时, 证明你懒惰。 如果你今天没有真正的去思考这个问题, 你会同开始忙, 然后呢, 多几年以后呢, 你就会变成了怎么样呢? 茫然的忙, 听懂没有? 然后呢, 接下来呢, 你就会变成盲目的忙, 不要理他, 等到他发生才去处理, 听懂没有? 所以各位朋友, 要不要规划? 要! 所以, 如果今天, 你想要在55岁以前呢, 就摆脱贫穷, 变成5%的人, 各位朋友, 接下来这些课你就要停下去了, 要不要停? 要! 要不要? 要! 因为我有资格跟你讲, 就是我在30岁以前呢, 我就变成5%的人了, 各位朋友, 我今天不做我都有, 我跟你说, 我不贪心了, 一个月不做, 每个月有超过1万块的朋友几手, 不做你能够有1万块的朋友几手, 我们不要很多钱, 我们就要1万块, 很多人讲, 且1万块, 嘿, 你且, 你知道吗? 最近的财政一万万出来了, 你知道整个马来西亚这么多人在上班, 有多少%的人夜收入是超过1万块的吗? 知道吗? 5% 100个人里面只有5个人收入超过1万块, 你且, 还骄傲啊, OK, 1万块多不多? 你觉得很多吗? 通货膨胀剩下是6%, 接下来会变成12%, 一个月1万块一天只能够用300块, 一餐只能够吃100块, 你没有在吉隆坡生活, 你不知道, 所以很多人问我, 老师, 为什么你的bag里面最少都2000块, 不知道, 因为习惯了, 生活会有压抑, 如果没有2000块在皮包里面, 然后我的一些心下, 现在看到老师, 你的皮包就是我一个月的钱来的, 这样, 你努力, 有一天你会变成这样, 因为老师以前也是950块开始, 听到没有, 所以各位朋友, 那今天你是想想, 如果你不想变成茫然的朋友, OK, 好, 那我们先想想, 如果不想成功的朋友, 你会退休吗? 你想过退休吗? 各位朋友, 世界卫生组织有做过审查, 如果你有会庆祝55岁的生日, 你就会不小心庆祝75岁的生日, 然后呢, 从55岁到75岁呢, 中间还有20年, 然后呢, 有两种的模式, 一种就是你拖到75岁, 另外一种呢, 就是活到75岁, 各位朋友, 你要不要拖到75岁, 你觉得健康是不是要经营的, 你现在这么努力去跟公司上班, 一天做12个小时, 然后你觉得你55岁, 你的spey pack会不会坏, 最怕是你55岁坏的时候, 又没钱那才可怜啊, 听懂没有, 就算有钱没健康也是很可悲啊, 你知道吗, 老师去中国讲课的时候, 就有听到一个这样子的故事, 一个台湾的老太太, 很有钱, 在58岁的那一年呢, 中风, 然后呢, 因为中风过脾气非常的暴躁, 对不对, 中风呢, 不会死, 但是没有中风的人会偏火给他弄死, 对不对, 本来孩子也很孝顺的, 因为他中风脾气暴躁, 天天骂人家, 最后呢, 全部的孩子, 媳妇不敢跟他住, 就搬出去, 然后就雇了几个保姆, 换了三个保姆, 还是不能够忍受, 因为这个太太太无理取纳了, 最后一个就换到呢, 这个菲利宾人, 所以呢, 菲利宾人, 反正他, 孩子回来看我对你好一点, 对不对, 孩子不在的时候, 你跟我坏, 你是中风看谁坏, 折磨他, 饿他不给他吃饭, 最后这个老太太被折磨了, 实在不行了, 从自己房间的床上, 就爬下来地下, 爬爬爬, 爬进他的那个master bedroom那边, 然后呢, 放那个水在他的bath tub, 放到满满自己, 硬硬把自己的头塞进那个水, 就这样子活活被震死, 各位朋友, 哭啊, 今天你是想想, 很多人没有想到这一天, 对不对, 各位朋友, 我不是在吓你, 我是跟你说, 不紧急很重要的事情, 统统可以处理好, 只要你想要处理, 认同吗, 对不对, 所以有三个老太太在聊天, 三个老太太在打麻将, 第一个老太太就讲, 哎呀, 我很严重啊, 最近什么事, 我一打开冰出, 我就不知道, 我刚才是把东西放进去, 还是要拿出来, 然后第二个讲, 哎呀, 你一点都不严重, 我比你严重, 我现在严重到, 把那个门打开, 是不是, 我都忘记刚才我是要走进去, 还是要走出来, 对不对, 然后第三个老太太就在打打打打, 打的时候她就讲, 哎呀, 我都没有你们这些, 这样一个严重的东西, OK, 我们继续打嘛, 然后突然间她就拍一下, 谁在敲门, 听到没有, 哈哈哈, 就是说, 第三个老太太, 比他们两个还严重, 还会听到声音的, 听到没有, OK, 那各位朋友 你是想想 如果你身体不健康 要脱的时候 要不要用到很多钱啊 OK 退休呢 只会用几种模式 第一个就是EPF 各位在座的亲爱的兄弟姐妹 你们有没有算过 你们的EPF 到底退休以后 会有多少钱的 你们有算过吗 你们要不要学算 OK 拿笔根子 老师叫你算来 OK 现在呢 你们的收入是多少钱 对不对 OK 就乘以 现在是不是自己扣10% 老板补11到12% 对不对 OK 我们就加减差不多是21% 好不好 OK 你现在的收入乘以21% 再乘以12个月 然后呢 再乘以你从开始上班到55岁 退休中间有多少年 对不对 然后呢 那个数目呢 就是你的退休金 就是你的EPF 然后呢 我排除你在一半的时候 拿来供物资 好不好 我就说你就存存存存到55岁 就要给你退休的 大部分的人 一算下去 是不是很多人都少过300千 对不对 如果收入超过1万块的朋友 你们的55岁以后的退休金才有可能超过100万 5000块的才有大概整500千 听懂没有 然后呢 你的退休金还没有怎么样呢 乘以通货膨胀 现在的通货膨胀是6% 接下来的你退休的时候应该会增加到12% 也就是说你要把得到的数目再减掉12% 那个就是gross的amount来的 不算你还不知道呢 嘿 OK好 我就打个比如 你的退休金有500千 这就是拿来做退休计划的 要用20年的 OK好 第二投资 现在你每个月投资什么东西来准备在55岁以后可以拿来用的 对不对 各位朋友你觉得保险是能够让你退休吗 你觉得吗 你回去算算一下好像都不是 OK好 我就让你的保险能够让你领回200千好不好 OK好 接下来第三 储蓄 现在开始每一个月有人储蓄的 然后为他的退休做准备的几手 很多人就几手 老师我还没有来得及土器都花完了 然后还有一个几手刚好 下老师我每个月存100块 我说100块你几时才存到可以退休 你到55岁连脚车都买不到 我说 对不对 每一天都有人因为信用卡破产 为什么是 钱不够用 第三 第四 靠孩子 靠得住吗 OK好 你知道现在生一个孩子每一个要给他用多少钱吗 你不知道 OK好 在吉隆坡呢 随随便便一个孩子 现在出事从零岁 到18岁要用1000块 OK 你们那种眼神是怀疑哦 通常西隆坡的两个年轻的 如果是30多岁 他的宝宝都不能够自己看的 给谁够 奶妈 如果你给奶妈扣到6点的话是650块的价钱 还没有加奶粉钱 还没有加伙食费 还没有加医药费 1000块是很便宜的啦 除非你的老妈还很健康 你有吗 营养给他吃 你生多多了 他帮你顾 很多人以为 没理都是走这招 我知道 反正闲着这样 没试惯 我就生几个孩子给你弄 你笑是不是认同 OK好 孩子每一个月要用你1000块 一年就12个月 然后呢 用到他18岁 你算一下这边要多少钱 跟我算一下好不好 你们不要呆呆地看住我 就是你上来讲了 OK 明白没有 OK好 然后呢 孩子18岁过后 是不是完全就不用用你的钱啊 你打算生几个 几个 算到不敢生了 对不对 18岁过后 你喜不喜欢你孩子进大学 还是叫他直接出来做泥水 不用啦 出来做泥水啦 这样人搞大学 没有发达的啦 OK好 你就要开始算 你现在多少岁 你的孩子出世的时候 你是多少岁 大部分的人现在都是持婚 你生第一胎的时候 都是32到33 对不对 OK 18年过后 就是你50岁的时候呢 你孩子开始18岁 他要进大学 现在本地大学 你最少要用掉200千 加买生活费 弟弟托托做assignment 给他玩iphone 靠你朋友 买礼物 OK 以后 好 我还是讲说 还是一样 200千 两个就400千 各位朋友 好 来我们点算一下 你的退休生活 需要用多少钱 各位朋友 你55岁以后 到75岁 也是有backage的 你想要完全退休还是退而不休 还是你退完以后 你还要每年最少有两次旅行 都要有价钱的 然后百年归老 你要睡condominium 还是火化洒气海 你也要火flatning的 现在世界富贵山庄 富地是不是 也是要三四十千四五十千 打一堂灾 也要十多二十千 各位朋友 很多人没有想这件事情 他说这些人不会来临 你相信吗 错了 如果我说 每一个月只让你用三千块 那种生活是很省的 OK 乘以十二个月就是三十六千 再乘以二十年 就是你一个人的退休金 你不能够动的 七百二十千 因为五十五岁以后 你是没有生产 还没家里太太 如果家里太太是1.4 million 如果你今天就一直弄你太太生孩子 然后你不给他上班 然后又没有公寄金 他的完全跟未来就是你 你又不努力 你晚上还牵牵一直脸脸脸脸 还去玩那些东西 还去做不应该做的 你改天就完蛋 一定完蛋的 就会越来越穷 所以我有一个朋友 我有两个朋友 一个是很有钱 一个是没钱 一个很有钱 那个就只生一个 哇 他的孩子真的生活很好 教育很好 也教导很好 另外一个呢 一直生的都没有努力工作 两个三天 我们就一起坐下来聊天 然后两个就讲 哎呀 那个生很多孩子都跟我 那个没有生一个孩子的 怎么不要生多一点 你们又不是没有钱养 听到没有 然后呢 最后我那个有钱的朋友 就很生气了 他讲 如果可以生早都生了 就是生不出来 你还不明白 听懂没有 他就生气了 他就没有回他 他就讲 我啊 生一个啊 我好好赚钱 努力栽培他 改天给他最好的大鞋 一个总统就够了 你生四五个 又不努力赚钱 天天还听你太太讲 七二九抽烟 还去赌博 天天吵架 改天警察车抓人 牵车是你孩子 对不对 孩子是一张白纸啊 孩子的未来 跟你现在的想法有关系 你知道吗 我们在这个社会 我们的孩子 一出世的时候 如果就已经低人一等 他一开始就牵一条腿 他就输在起跑点 他怎么去竞争啊 给孩子的不是钱 给孩子的是想法 很多的父母亲 一直逼死孩子 但是自己不努力 天天要逼孩子考第一 这是幼稚 多少孩子 十二岁从楼上跳下来 你看到那报纸 从来没给孩子鼓励 天天比较 这个改天我们讲 亲子教育 把你骂醒 听懂吗 各位朋友 你的退休金需要七百二十千 如果你太太就成了 一点是迷恋 再加上你的孩子的大鞋金 你最少银行 要有两百万 如果五十五岁以后 你的公积金根本是不够用的 我们先不要讲成功 我们先要讲 你在五十五岁 不会变成社会的问题 你现在应该如何处理 有去过台湾的朋友几手 你们去过台湾 你看到那边的人走路快不快 他们没有家住的 对不对 他们睡那个巴萨当口上面 不然就睡路边 为什么 房子太贵了 他们一个这样小小间的房间 就可以卖差不多 整一百万马币 你看到没有 太贵了 而且这个就是在淘汰穷人 没有办法 进步中的国家 就会淘汰一些思想没成长的人 各位朋友 你觉得迷离不会成长吗 几年前我来 你看几年前后来 迷离成长多么厉害 对不对 各位朋友 你的思想很重要 所以退休回去好好想 听到没有 你如果想要在55岁以后 好好的退休 我们先不要讲庸华富贵 好不好 我们说成功的变成了那5%的人 只约30额利 听过吗 孔子在2000年前就讲过了 30额利 40不惑 50知天命 听到没有 什么叫做30额利 孔子说 在30岁以前 我们就必须要想尽办法 办法想尽 创业 自己做自己生命的主宰 你在40岁的时候呢 你就不会彷徨 如果你的人生到了40岁 你对你的未来 还是空虚彷徨的 各位朋友 55岁的时候 你已经知道 你的天命是怎样的了 听懂没有 恰恰好 这一个孔子的说法呢 跟老师要介绍你的另外一本书呢 叫做穷爸爸 富爸爸 听过没有 他的作者呢 叫做Robert Kiyosaki 这个Robert Kiyosaki呢 他是日本人 但是呢 在美国 怎么样呢 长大的 他有两个爸爸 一个亲生的父亲呢 是很有学问的 但是最后在死的时候呢 留了很多的债务给他 另外一个呢 是夏威夷的首富 但是呢 只念过小学的二年级 所以呢 他从小呢 就受了这两个爸爸的影响 长大的 但是呢最后这个Robert Kiyosaki 他也在40岁以前呢 成为了一万富豪 是因为呢 他选择在什么时候 听什么爸爸讲的话 在小的时候 他听穷爸爸讲话 在大的时候呢 他就听富爸爸讲话 什么叫做创业 所以呢 这一个呢 就把我们的人生呢 归为四个象限 ESBI 谁知道ESBI的几手 谁不知道的几手 OK好 那Robert Kiyosaki是说 E呢 就叫做employee 听懂没有 employee呢 就叫做上班族 上班族呢 就是打工 打工呢 就是上班 听懂没有 上班就是做工 没有人讲做母的 对不对 也就是说 你的价钱是给别人决定的啦 你是用什么方法去赚钱呢 就是用身体跟时间来换钱 也就是说 每一天呢 你工作呢 OK 八个小时 老板就给你这么多 不够的话呢 你加班 老板就给你更多 但是呢 有一天你停的时候呢 老板也停止给钱你 所以呢 他把这个左向线的 E的人呢 都把他叫成是穷人 因为呢 你不做就没有了 而且呢 上班的人呢 他还如果要增加收入呢 他只有两个方法 一就是他增加上班的时间 第二呢 就是他增加他的学位 听懂没有 就是他的知识 明白吗 但是呢 最后呢 这个不管你增加多少的时间跟学位 你的生计还是一样会归零 所以呢 你看工资呢 不出头对不对 出头呢 就入土为安 往下出呢 就干一辈子 有没有 然后呢 早上上班 晚上下班 一上一下 就变卡住 看到没有 OK 然后呢 卡住的意思呢 就是卡在很多 不然呢 翻译成英文呢 就叫做stuck 有多少 上班十年的人 已经现在stuck住了 为什么 第一 房子的务期好像天天供不完 明白没有 然后呢 车子又好像一直拿你家里的钱 然后开始发觉到自己能力开始退化 然后呢 钱也来又不够用 有没有这样的生活压力 95现在涨两毛 对不对 接下来97也要涨 然后呢 糖涨价了 对不对 有可能在大选过后呢 米也会涨价 为什么呢 卖也会涨价 面粉全部会涨价 为什么呢 因为气候不调 所以呢 工不应求 所以一定会涨价 但是你的收入有涨价吗 如果你还不增加收入的话呢 很快真的 你的生命呢 或者是你的生活呢 真的会受影响 那很多人问我 老师 上班也很好啊 听懂没有 你们MV啊 这种叫金字塔 你不懂就讲不懂 懂 我好 我现在画金字塔给你看 各位朋友 上班是金字塔吗 是吗 OK 觉得上班是金字塔的朋友 几手 OK 那些不棘手就猜不懂 你的公司有几个CEO 有几个CEO CEO就Coconut OK 我新加坡很多Coconut听我讲课的 然后呢 第三 是不是有几个Vice President 对不对 下来是不是还有Executive 几个 再下来是不是还有几个Mineager 对不对 再下来就有Supervisor Supervisor很多个 OK 再下来是什么 Guddy 对吗 哪个朋友 好 我想问你 这边有没有人是学生的几手 OK好 来 小弟你叫什么名 什么咪 什么咪 我问Jimmy很专心听课 好Jimmy 小学六年级对吗 不是不是我说小学是不是要念六年 中学念几年 五年 大学念几年 总共多少年 十五年 那Jimmy念了十五年的书是为了什么 为什么要念书 为什么要进大学 为了应酬 什么叫应酬 应酬老板 应酬自己跟应酬家里 他的家长有没有在这边 被 他的妈妈在哪里 应酬他们 其实这件事情并不是你喜爱的 你非常的勉强 感觉到被强奸 等一下我们要做心理补刀 家长 但是没办法 我们的人生规划本来就是这样的 十岁到二十岁的时候呢 我们必须要把学业搞好 听懂没有 二十到三十岁的时候呢 我们才学会搞什么叫做事业 三十到四十岁的时候呢 我们才开始搞家业 Family 四十到五十岁的时候呢 我们才开始 置业 就是你喜欢做的事 五十岁到六十岁的时候呢 才叫宗教事业 你很多人到五六十岁 就开始投入宗教事业 为什么呢 就是self-exerclization 听懂没有 所以没有办法 Jimmy要应酬下去 十五年 各位朋友 十五年的大学毕业以后 是不是你的位置在这里 对吗 对吗 OK 几时才会变成CEO 这是不是金字塔 你能不能敲你的CEO的名字 这个门 C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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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O One day I want to sit your seat 很快你就 go back to eat your seat 对不对 今天在座的 如果你的上限是钻石 你能够做钻石吗 这样安利还是金字塔吗 你不懂就说不懂 不要装懂 别瞎说 很多人不懂装懂 一巴掌扒过去 头脑记水 脑身草胆身毛 听到没有 明白没有 这叫做金字塔 你一辈子努力 十五年 你就为这金字塔在工作 各位朋友 你觉得要爬上CEO的人 多不多 很多 机会很少 所以有的时候 明的不能你要靠暗的 你要请bomo 打小人 最近网上有流行打小人 OK 你要希望他能够三老病死 出车祸 小驴飞刀 不然就西瓜皮 然后你才有机会坐上去 对不对 这个叫做红海策略 这叫金字塔 然后呢 哪里知道 你做做做 好了 很顺利的让你做到了CEO 更残酷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 他是有期限的 Mahadid都要下台 你看到吗 25岁 35岁 45岁 55岁 哇 你的收入 充充充充充充充 到一个阶段 不能够再上 到55岁归零 对不对 但是你在归零的时候 以后还要不要生活 你这一生 不是55岁就完了 对吗 各位朋友 这叫做规划 所以为什么 穷爸爸父爸爸说 在20岁的时候呢 我们在E 30岁就要在S 40岁就要在B 50岁才能够在I 听懂吗 不明白的几首 OK好 在20岁出来上班的时候呢 你只可以上班10年 如果你想在55岁以后的退休生活 是很有钱的 你在30岁就要创业 你在创业的时候呢 你才能够有足够的能力 去赚够你在55岁以后要花的钱 因为刚才老师已经跟你讲了 上班是不可能足够让你退休的 只有通过创业 我们有多种的收入 我们才能够让我们退休 但是呢 在30岁的时候呢 你做10年的S 就是叫Sell Employed 他也不能够让你生活有保障 因为你有做有没做没有 你一定要在40岁 马上转型钱B 在下面呢 有很多的人才跟系统 在帮你赚钱 因为那个时候你开始老了 你会生病了 你不做的时候 你还要有 你在40岁就要有系统 在帮你赚钱 当你40岁 有系统在赚钱的时候呢 55岁你把那些钱拿来做投资 地产 所以55岁以后 你才会变成5%的人 各位朋友 这叫做按部就班 知道吗 所以今天要快乐一点去应酬 知道吗 不能一步登天 孩子要脚踏实地 听到没有 要脚踏实地 很多的父母亲很担心 自己的孩子带来这里上学 上课 然后那些领导人就一直鼓励 说他全职不要读书 错了 不是这样的 我不是这样的 知道吗 如果大便丢到美国 他都是大便 听到没有 钻石跌进马桶 他就是钻石 所以Jimmy你是钻石 知道吗 你在任何的地方 你都能够影响人 听到没有 他就是人脉 就是钱脉 understand ok 有够 elaborate about E吗 有明白吗 有足够明白吗 ok好 来 阿宏帮我擦一下 ok 好 所以第二 老师就要讲B啦 S啦 S叫做sell and plot sale and plot 就叫自雇者 自雇就是自己请自己做工咯 ok什么叫做自己请自己做工举 举例一下 医生啦 开立师楼的啦 Acountant啦 听到没有 他们有Acountant分这些自己要下手才有钱赚的啦 ok 然后呢 还有什么 还有这些杀货店的老板呢 有没有 ok 油站的老板呢 听到没有 这些都叫做自雇者 那自雇者呢 是什么呢 ok 就是 ok s叫做sell and plot 就是用生意赚钱 听到没有 所以生意赚钱 各位朋友 要赚生意的钱 要不要有条件 第一 我们要资金 Capital 那刚才老师讲了 你从20岁开始出来上班 你在30岁就想创业 各位朋友 你能够存多少资金啊 如果你进大学 是不是24岁才出来啊 你上6年的班 你怎么样有钱创业啊 所以通常在30岁成功创业的 不是你妈妈的棺材本 就是你婆婆的 那些还没划完的 对不对 有没有道理 ok 然后呢 第二 如果资金弄到了以后 要不要经验啊 各位朋友 如果你的上一代 没有人经商 你一开始的 这个角色就是上班 你爸爸也是上班 你全部都是上班 你要成功的 从E转生成S的机会 是太低太低了 因为你没有这种生意的背景 你上班了 你24岁开始出来上班 6年的这个上班生涯 你天天只会上班 你懂做生意吗 你没有商学院教你 所以为什么 最后就会变成 像刚才老师讲的 12%破产 没有经验 认同吗 第三 员工 所以员工好的就留不住 坏的就替不走 所以有一个朋友跟我说 顾客很多就忙死 严工不做工就气死 资金做赚不好就烦死 做生意有没有这边的 有没有感同承受 对不对 当然不是说做生意不好 他真的有赚钱 但是生意人一定要记得 40岁要快快转型 变成B 就是变成系统的 不可以在自己天天这么烦 因为有一天我跟你说 棺材是睡死人的 不是睡老人而已的 听懂没有 ok好 听懂 棺材是睡什么人 死人的 他不一定有老的才死的 听懂没有 ok好 很烦的也很快死的 ok好 然后呢 location就是地点 做生意是不是做做一段时间 做做一段时间 接下来要装修 接下来要翻新 如果你的是做那种生产的 你的机器一直要upgrade 你的机器一直公布完了 有没有 ok好 然后最后一个还要面临竞争 就是淘汰 风险 有没有看过人家做到生意 倾家淡产 跑路的 ok 他前面怎么样呢 可以很多亿 很多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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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不要前面加一个零 蓝谁水少妹 听懂吗 水少妹啊 很多人真的是水少妹的 为什么 转型 每几年就流行东西 每几年就在竞争了 明白没有 所以这叫做S ok 然后呢 B呢 是什么呢 business owner 就是靠系统 赚钱 system来赚钱 系统呢 有三个模式 第一就是 你可以创造自己的系统 但是各位朋友 你看到这些成功的系统 是不是一两天形成的 林虎同 洛文秀 郭赫年 李嘉诚 王永庆 这些 他的企业是不是经过几十年 的累计 最后他今天才能够成立一个真的系统 IBM Microsoft 这些是不是很多年了才有的 你怎么能够在几年里面就变成自己有系统 所以创造系统对我们现在二十一世纪的人来讲 是遥不可及 比较没有可能 不说没有不可能 比较没有可能 OK好第二 买系统 什么叫买系统呢 就是 OK McDonald KFC ODAO 这边有没有ODAO PAPA RIC 听懂没有 你只要给钱 然后你就买系统 你知道现在这个 McDonald多少钱吗 一百万美金 OK 这边有没有PAPA RIC 没有 你们知道什么是PAPA RIC吗 以前有一个Roti 叫做Roti Boy的 有没有 现在他转型变成PAPA RIC 那PAPA RIC 现在也差不多马币一百万 他的Franchise COPIT 那个ODAO 你们知道多少钱吗 现在七百千 7-11 你们知道要拿多少钱吗 两百五十千 这些是帮助有钱 能更有钱 你有钱 你未必也拿得到 因为里面要有关系 知道吗 因为每一个地方 只能够有几间 他是有restriction的 还要买通 很多很多很多的 所以一百万 我只是说 差不多拿那个Franchise 还有很多 DDDFB包红包 那些没有算 送里来的没有算 知道没有 OK好 然后呢 第三个呢 穷爸爸 毋爸爸就说 如果你不能够创造系统 不能够买系统 但是你又不想 五十五岁以后 变穷人 你有想要有系统 你就要参加系统 好不好 Joy the system OK 这样他就说 有什么系统 可以给他参加 你知道Noble Kiyosaki 在那个第二本书叫商学院 他们有讲到 如果给他在年轻十年 以前如果还没有机会 他一定参加MV 因为他知道网络商机 就是未来的趋势 没有啊 所以你们要读这本书 所以呢 那参加买系统 我讲了 那参加系统呢 他参加什么系统 就是直销 或者是e-commerce 电子商务 这是Robert Giosaki讲的 不是我讲 我是代表他讲给你听 所以呢 然后接下来呢 才能够通过钱赚钱 因为有了系统 就能够通过钱贯钱 明白没有 所以呢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在这边 你要通过传统的模式 你必须要一关一关过 对不对 先去S才先B 所以很多时候 在S的时候呢 很多人就倒掉了 明白没有 所以呢 这本书就跟我们说 比较安全跟保守 而且又不会弄到你失败的 就是直接从E跳来S 从S跳来B 就是你可以用 参加系统 所以等一下很多人就问我 参加什么系统 各位朋友 第三本书 老师要介绍你的就是 财富第五波 听过吗 谁有参加过财富第五波的几首 天啊 还有很多人真的不知道 你们又是第四个 这个叫做 将被淘汰的候选人 老师有一次讲课的时候 有一群大学生 既然读经济学 然后呢 老师讲财富第五波 然后呢 就有一个做前面的几首 老师我才来听第一堂课 你就讲到第五波了啊 我问他你读什么系的 他这样读Economy了 你Economy 你不知道财富第五波不同啊 到底学校念什么 所以呢 财富第五波呢 这本书呢 就跟我们说 未来的财富导向 我们在哪里 今天 我们也要知道 我们要拿 那个锄头去管那个金啊 我们都要知道 他的方向在哪里 对不对 如果我们去做地方 管不到就死 是不是 所以呢 这本书呢 是一个GPS来的 它是一本 给我们知道 未来的财富的发生在哪里 他的作者的名字呢 叫做Paul Zempiller 这个Paul Zempiller呢 是美国的一个非常成功的经济学家 他分析了美国的经济 跟全世界的经济导向 然后呢 他也写了一些 在以前这些人是怎么样成功跟发达的 然后呢 总结了以后呢 就在总结 在接下来的一百年跟两百年呢 接下来会发生怎么样的大经济变化 Revolution 听懂没有 所以呢 他就想以前的财富第一波呢 就是农业革命 以前有地的人发达 对吗 种油种的人发达 有橡胶的人发达 听懂没有 OK 然后呢 财富第二波呢 是什么呢 OK 工业革命 OK 那工业革命呢 是什么呢 工业革命呢 就是那个时候 OK 牛顿坐在那个苹果树下 突然间有一天苹果跌下来 他看到那苹果跌下来 他就很奇怪 他就开始想哦 发现到是那个地心吸引力的时候呢 就开始呢 让人家了解怎么样开开发重型机器啊 蒸汽机就是因为牛顿的发现那个 那个 那个 Gravity才有的你懂没有 但是以前牛顿没有坐在那个苹果树下的时候 那个苹果也是这样跌下来 他只是 他只是比较先共享 然后呢 最后呢 就开始呢 研究 所以就发明了蒸汽机 就发明了机器 然后呢 把人送上天 把人送下海 然后开始就发明汽车 所以那个时候就很多人呢 用工业就是做工厂靠机器来赚钱做生产 听懂没有 OK 然后呢 第三波呢 是什么呢 就是商业革命 所以那个时候呢 又发明了计算机 你知道以前的计算机要一个房间才可以装满的 听懂没有 现在呢 的计算机是不是很简单 计算机的发明 再加上汽车的发明 就开始形成了World Trade 听懂没有 就是世界贸易经济开始发生 就是那个时候第三波 只要经商的人都可以赚到钱 听懂没有 代理 所以洛文秀就是在这个时候发达的 林虎彤是在农业革命发达的 听懂没有 所以呢 第四波呢 是什么呢 OK 叫做网络革命 听懂没有 网络革命是靠什么 智商 Billgate IBM Microsoft 听懂没有 OK 各位朋友你可以写吗 你会写Software吗 OK 明白没有 OK好 然后呢 第五波呢 是什么呢 就是保健革命 OK 那为什么保健革命会发生呢 因为呢 1946年到1964年之间呢 这个就是世界大战结束以后 所以呢 这一群人呢 这个时候呢 是世界人口增长最快的 因为天下太平没有人打仗 所以他们就在家里的床上天天打仗 就生了很多的孩子 所以呢 1946年跟19 你们就是喜欢听这些 1946年跟1964年这个阶段出生的人是 现在大概是40岁到60岁 他们每一个人的经济能力都不错 而且呢 他们审查过 原来他们就是掌握了整个世界经济的这5%的人潮来的 听懂没有 而且呢 这一班人的后代啊 子孙啊 都想长寿 都想保健 都想产生不老 所以这一个市场呢 就是他们会对保健方面呢 做出很大的这个市场贡献 就是只是在美国哦 就会有一兆亿的美金 但是呢 这个市场不只是在美国 在全世界都有有钱人 听懂没有 也就是说保健革命开始发生了 那谁会赚到钱呢 有知识的人 OK 然后呢肯接受重新被教育的人呢 能够在保健革命这一边呢 赚到一笔钱 听懂吗 OK好 然后接下来这几个月 将会有另外一本书出来 就叫做财富第七波 哈 第五波我今天还懂 第七波来了啊 哎呦 所以你们接对不要太慢哦 不然你们就在活在情死亡的时代了 听懂没有 OK 那边人看不到哈 这个要跟他搬掉 OK 不论是我太大 还是这个东西太大了 OK 好 然后呢财富第六波呢 叫做直销革命 各位朋友 你有没有发觉到哈 不管今天你喜不喜欢 OK 你Interested不Interested 整个趋势都开始在改变 这个有直销 那个有直销 什么商店买东西都有Member Card 介绍人又有回扣 这些都是叫做直销模式 听懂没有 也就是说直销呢 就是靠人际关系来赚大钱 直销呢已经是365行的其中一行 直销能够解决政府解决不到的问题 所以为什么中国直销出台立法 为什么越南都直调出台立法 因为他知道55岁以后这些人没生产 第一 他们要再去上班 没有人肯请他们 他们可以干直销 第一这个问题解决 第二 很多的家庭主妇在家没有生产 只登老公养 对不对 所以呢这个又可以解决 然后呢第三 学历不高的又可以在直销里面转型成功 所以各位朋友 所以直销它就是能够帮助很多的穷人便富人 明白没有 很多人 I'm not interested 继续继续 你可以言有继续 因为你喜欢 听懂没有 因为这是趋势来的 你不要改变 改天你走出去 全部人都有 你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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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懂没有 OK 好 然后呢 第七波已经来了 就是 直销 加 电子商务 各位朋友 有没有发觉到现在什么 不是什么 什么东西都上网卖 叫做电子商务 E-Commerce 听懂没有 你买一个有可能是 很贵 但是他又跟你讲 如果你买十个 介绍十个朋友买 他又可以扣一点 还是付利两个给你 这个就是直销加电子商务的概念来的 听懂没有 所以 几乎 现在的Generation Y 对不对 谁是Generation Y的 几手 Gen Y的 OK 你们有没有发觉到 你们一天里面最少的三分十一时间 都有上到网的 你们这个网站 Twitter Facebook Google 这些都是Social Media来的 所以呢 在接下来的十年二十年 都是这群人在市场里面活动 而且呢 他们的整个理念呢 就是在网上购物 听懂没有 所以呢 台富第七波呢 要转型成功呢 是靠什么呢 靠观念 听懂没有 你的观念接受的快 观念转的快 你就可以赚到 台富第七波的钱 而且呢 你知道 财富第七波这个电子商务呢 根本就是100%的 你在美国 很多的日常消费品 超过80%以上 都是在网上购物的 买到了 美国的商店 没有像马来西亚开这么长时间的 他们美国啦 Europe啦 因为他们知道环保 而且呢 汽油是越来越少 听懂没有 他们为了要节能减碳 他们的商店限制 他最早开到6点而已 听懂没有 所以呢 在晚上的夜市 你看不到有商店开的 所以呢 有大部分的日常用品呢 必须要上网买 然后呢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呢 是在发展中的国家 而且每一个人最需要兼两份菜 才能够维持生活 所以他们是没有时间 像我们这边的人 慢慢在那边走 慢慢走 没有的 他们就是不会浪费这种时间的 他们要买东西 有Need他上网买 有Need他上网买 你知道Wallmark吗 Wallmark在美国 是有的上网买东西的 你们知道没有 OK 所以这就是一个趋势来的 如果今天你发觉到 马来西亚会有一天 会不会变成这样 石油会越来越多 还是越来越少 那如果今天你今天就听懂的话 改天石油少的时候呢 已经有一个很大的网络 他们全部上网买 就跟你有关系了 但是偏偏呢 这个%puler就讲了 这个财富第五波 第六波跟第七波 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参与的 第一 可以参与的叫做投资者 只要这个投资者 他投资的项目 他跟保健 直销 或者是电子商务有关系 他就赚大钱 听到没有 第二 生产商 只要你是搞生产的 OK 然后呢 你所生产的产品 跟保健 跟直销 然后在上网买 卖有关系的 你也能够赚到钱 所以最近你有没有发觉到 连next coffee 都要加高线维他命C 有没有 他知道如果 他没有加下去 他很快会被淘汰 为什么呢 保健革命的来临了 听懂没有 然后接下来你看到 很多的相产里面 加jingo 加人参精华 这就是保健 听懂没有 OK 然后呢 阿里董葛 董董董 有没有 OK 接下来如果你可以生产 阿里董董董 听到没有 死了会儿 好 好 好 OK 几点了 几点半了 睡了吗 OK要完了 好 然后呢 如果投资者你不试的话 生产商你不试的话呢 你可以第三个呢 做什么呢 叫做分销商 听懂没有 分销商呢 叫做distributor OK 那很多人问我 老师 成功的巴仙率几高 很高 你知道每一年 通过钱赚钱发达的人 只有区区那么一巴仙 听懂没有 然后呢 每一年只有四巴仙的人 是通过智慧产权发达的咯 什么叫做智慧产权呢 就是发明啦 唱歌啦 演戏啦 这些叫做智慧产权 听懂没有 然后呢 每一年呢 有33巴仙的人 是透过分销 或者是代理的成为百万富翁 也就是说分销跟代理呢 是最大最多人群成功的其中一个项目来的 那还有其他的呢 就是祖先留下来的啦 还有的呢 是搞生产的啦 还有的是搞投资的 那些都跟你没有关系的 听懂没有 OK 如果祖先有留下来 你就不会做这里的 听懂吗 OK 我是讲一些你比较有可能的 OK 明白没有 OK 所以那你觉得 MA是不是符合财富第五波 第六波第七波 MA公司的营养补助品呢 是75年最久的 听懂没有 100% organic的 MA是全世界最大的直销公司 零负债 380亿 Billgate一元 在未来的20年 我们将会变成800亿 听懂没有 你试想想那中间的市场还有多少 然后呢 那接下来呢 电子商务跟直销 1998年 我们Mway已经开始跟Microsoft IBM合作做电子商务 去年Mway Malaysia 在同行注入4000万的几个基金 在做我们的mway2u.com 各位朋友 你觉得你是不是掌握趋势 是不是 给自己一个掌声 OK 所以呢 参加什么系统呢 就是要参加跟财富第五波 第六波 跟TG波有关系的系统 听懂没有 OK好 那接下来呢 讲到了财务第五波 第六波第七波 OK 那到底呢 生意潜能在哪里 市场有没有 对不对 大家都很关心的 是没有 OK好 那各位朋友 那我想问你 现在呢 我们讲 如果创造系统 大家不可能 大家在做的都 还有可能能够 改善买系统 对不对 有没有听过 McDonald 有没有听过 OK McDonald 是不是100万美金 1 million usd guarantee你 一年return OK 然后呢 你如果去拿McDonald的Franchise OK 你只拿到经销权 然后呢 每一天大概四点的时候呢 就有vendor vendor就是会有一辆vendor 车连McDonald的logo 送那个 送鸡腿 送油 去你的店 帮你换油啦 弄到干净干净 然后呢 把那些面包全部排好 OK 然后呢 那等下你六点就可以开店 所以呢 这个vendor呢 就是提供产品与服务 然后呢 如果你决定拿这个McDonald的Franchise的时候呢 你就要选几个manager应征 然后呢 送他去美国University of Humberger 做training 回来帮你管理整个这个Franchise 但是呢 你只拿到经销权 就是你只授权可以代理卖汉堡包而已 听懂没有 你不可以授权给别人 这样我想问下 在座的每一个朋友 你有没有每天都吃一个朋友 几手 一个礼拜吃一个的几手 哇 那其他那天是一天吃两粒 还是一个礼拜吃十粒 OK 那你们是不是很早吃 对不对 你看McDonald没有倒 听懂没有 一家开一家 听懂没有 OK好 那各位朋友 那我再问你 这边每一天有刷牙的朋友几手 哦 四手都挤起来了 听懂吗 每一天都有洗脸的几手 OK 每一天都有洗身体的几手 洗衣服的 哦 全部都有我就不再讲下去了 OK好 我就跟你讲这个市场 其实很久 我们就给别人罢掉了 你知道马来西亚有两千八百万的人口 知道吗 目前为止 还有一些外来移民 我们没有去统计 听懂没有 每四个家庭 每个一个家庭就有 以四个人来计算来讲 OK 马来西亚总共就有七百万个家庭 这七百万个家庭同样的是不是跟你也一样 每一天要刷牙洗脸 对不对 那如果以保守股计呢 这七百万个家庭每一个月只消费三百块的日常用品 也就是说整个马来西亚长情这么不好 只是这个日常消费品牌的市场呢 就已经贡献了21亿马币的营业额 每一年呢12个月呢就产生了252亿的营业额 各位朋友252亿这个数字是大还是小 你都是其中一个贡献者 如果今天你听不懂这档课 这一个市场呢给谁大了 Desco Giant Giant Jasko Metro 还有富丽华一大堆 对不对 你以为这样多的trollies是谁给的 是你赞助的 听懂没有 明白没有 OK好 那我想问一下 这个戴眼镜白色衣服的小弟弟你叫什么名 什么孙 福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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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几岁 是福顺吗 鲁顺 讲大声一点 土顺 国顺 国顺 你要发音准切 国顺 所以呢 发音要把口张开 国顺 国顺今年几岁 国顺今年十九岁 还在念书吗 还有在念书 现在目前 目前你是用什么牙膏在刷牙的 黑人牙膏 国顺三岁开始刷牙 刷了十六年 国顺知道黑人牙膏的老板是谁吗 他的工厂在哪里 你今年或者七年的生日他有没有寄卡给你 用了十六年每一年新年他有没有送连衫 OK我看国顺的耳朵这样大个又这样飞出来的 最少活八十岁 OK 八十减掉十九岁是不是还要刷牙刷多六十一年 国顺 对吗 而且呢 我只是讲刷牙 不小心跌在地上那个没有算 听到没有 现在的那个牙膏的洞是很大个 对不对 我吞到 对不对 就是要给你快点玩吗 还有洗点霜 洗头水 洗衣服的 这就叫做家里的黄金了 这一块市场 我们每一天都是怎么样呢 很开心很快乐的 双手这样子送给这些人帮助他发达 很多人听不懂我讲话 各位朋友 今天如果你明白两个你只做两个动作 改变购物习惯 改变产牌 改变观念 改变话题 你对来的五年跟十年你要穷都没有机会 好各位朋友 今天如果你知道这市场很大 你成为注册一个叫做IBO Independent Business Owner 很多人讲 有 out date 了 moy 你拿石头丢三个两个是moy date long go 那个也是 你才out date 现在是不是流行iPad iPhone 还有什么 iPod 对不对 还有一个叫IBO 是啊 IBO代表什么 电子商务独立商人拥有者 Independent business owner 你有iPad 有iPhone 有iPod iPod ok 有这样多i but 你这个都是在消费的 对不对 但是唯一只有一个IBO在帮你赚钱的 你一注册成为一个IBO 你拿到了经销权 就是说整个MA公司的600个产品跟600个科学 叫做生产的东西给你代理 你也拿到了分销权 什么叫分销权 公司给你全力去物色市场 你开发出来的市场呢 公司会有另外一种的方式去奖励你 你说好不好 好 一 MA就是刚才我们把McDonald换成IBO McDonald叫做Franchise 我们叫做Home Base Franchise 就是家庭电子商务连锁经销商 很长叻 不用紧买这个CD来听 ok好 所以我为什么一直交代 林芳一定要录起来 因为这一个CD影响无数的生命 老师那天在新加坡在JB 在泰国 不是 在槟城一讲完 所有的人对整个安利的观念改观 每一个一听到半卡加入 听懂没有 那做不做我不知道 因为是他上线诗 听懂没有 我只是要给我们华人多一个机会 所以每一次我讲课 我是挖心挖肝 不厌其烦 你有看到吗 因为我们是华人 华人在这社会机会极确不多 我审查了各个的行业 调查了各个的机会 唯一只有MBA 对我们华人是最公平的 难道不是吗 对吗 有做生意的人你自己就知道 对不对 你今天包红包都软了 家孩子都没有包 这样多给他 对不对 这是我干爹讲给我听 我干爹是生意人 所以各位朋友 MBA它提供的是产品跟服务 它提供货仓 全马来西亚的货仓的货 都是供应给你的市场的 马来西亚投资了4000万 MBA.com提供的服务 是给你的市场去做的 这个美国的工厂 越南的工厂 中国的工厂 600个科学家 每一天24个小时的科研 就是一直在研究 不要让我们的产品跟市场脱节 你只要跟这样子的公司合作 各位朋友 你就永远不会淘汰 因为它永远跟市场截困 你不用去烦这块东西 你的动作就是做marketing而已 然后如果你连marketing都不懂做 你们听到什么叫做IBO business IBO business就是在这边 这一所就叫做商业大学 也就是好像University of Hamburger 但是University of Hamburger 你要先给100万 你这边给3块 哎哟3块 3块 改钱收贵一点好不好 明白没有 我讲到这么明白 你就成功了 听懂没有 有没有很明白 有 真的吗 最后一撬是不是要通了 OK 只要把任督二脉打通 听懂没有 你那撬就通了 听懂没有 OK 好 那也就是说 如果今天你能够认同这样子的消费趋势 就是财富第五波第六波第七波 已经认同这个刚才老师讲的 第五波第六波第七波的朋友 几手 它正在发生了 OK好 然后呢 已经认同它是一个多的选择 就是在我们工作以外 它能够成为我们的一个备胎的计划的朋友 几手 OK好 那我就讲到有机会 就就明白了 那你觉得你身旁有没有六个朋友跟你一样有危机感的 你只要把这六个朋友给弄明白 叫做六个市场 这六个市场不用多 它只要诞生四万块的这个营业额 你有六个这样子的市场 你就叫做钻石 如果钻石的话呢 年收入是四百千 business class 一年就两次 听懂没有 也就是说 如果今天你有分销到六个这样子的市场 听懂没有 你就成功转型了 而且呢 改天你不做的时候呢 这个市场还继续会有消费 继续会有生产 听懂吗 第一 不用大的资金 谁这边没有八十五块的 学生借都借回来 对不对 听懂没有 哈 你真的没有八十五块啊 还敢棘手啊 我看你也不小了 听懂没有 后面补党 听懂没有 所以各位朋友 今天你是想想 八十五块的这个压底金是什么呢 一百八千满意保证 听懂没有 OK 还有第二 不用地点 你知道去到哪里 你就能够开档 所以它是人与人的市场 你看到人你就能够兴奋 只要找六个 OK 然后呢 他不用严工 听懂没有 所以没有严工的烦恼 你不用给严工气死 因为他通通都是自己的生意 然后呢 不怕没经验 为什么呢 有IBO business 请很给的讲师来training你 听懂没有 OK 然后呢接下来没有风险 你有听过 听到人家做MA跳楼 自杀借大耳聋 然后跑路 有没有 如果有你记得介绍给我们 我们要去访问他 到底是如何这样子做 做到这样的地步 也不是普通人 然后呢我们要叫他上台上来讲失败的故事 因为你 各位朋友 你不可以一直听成功的故事的 上台的人有两种 一种是当借敬的 借敬就是他做过什么事 你就不要再做 因为他失败 听懂没有 第二叫榜样 像我们就是榜样 听懂没有 哈 我们做过什么事 有成功有结果你就跟 就这么简单 会不会 会 明不明白 OK好 那各位朋友 如果你有400千的收入 每一年两次business class的旅行 好不好 爽不爽 爽 何止爽叫爽死 听懂没有 OK 很多人就会问 这样容易吗 容易的事情不轮到你做 我们叫做机会 对不对 对 我们叫做希望 对不对 有事有机会 没事没机会 对不对 各位朋友 如果今天呢 我要跟你讲的 MBA它不是二选一 它是一加一 什么意思 我们不是叫你的行业跟MBA之间选一个 不是 我们只是说 在你现在做的工作的时候呢 加多一个 为什么呢 你是在顺境要找退路 等下逆境的时候就有出路 你平时五年的时间 你也是在上班 早上的时间上班 你一个礼拜就来这里上课两天 学懂安利化 走遍天下都不怕 听懂没有 然后呢 看到人要希望 你就给他希望 给他机会 如果一个月推荐一个人 可以吗 OK 然后一个月推荐一个人 十二个月就有十二个人 在五年就有六十个人 如果你的祖先不是很零 五八仙的人听懂 在五年里面 你就有三个部门 就是三个IBO 做四万块的生意 你叫翡翠 像我这样的翡翠 吃到白白胖胖 一年赚两百千多 两百多千 每一年海外旅行一次 好不好啊 好 OK好 第二 如果不小心十八仙的人听懂 听懂没有 因为太努力亲客 讲到人家太明白了 OK 然后呢 六十个人十八仙的人想做 你就有六个这样的市场 好不好啊 好 请问你有什么理由失败 各位朋友 如果你有这个 来慢一下 你如果有这样子的想法 又尝试不小心让你有机会 把六个部门发展出来 各位朋友 你知道你以后的人生叫什么人生吗 叫六六大顺 知道六六大顺的朋友记得 好 大家知道 不知道的记得 不知道 想知道吗 想要吗 想要 OK好 各位朋友 经济学校有讲过 以前的人在选择职业的时候呢 是靠知识 跟技术 以前 就是在 Gen Y Gen X的时候 你没有知识就完蛋 没有技术你就完蛋 对不对 但是偏偏现在是Informatic的时代 技术更新很快 知识更新很快 你也一样会被淘汰 如果你没有成长 认同吗 好 现在要选择事业要靠趋势 然后呢 要有价值 要用价值去衡量你所现在做的事情 听了没有 OK好 那各位朋友 安利符不符合气势 如果你把六个部门发展出来 那有没有价值 好来我们来探讨一下 六六大顺的人生 OK D 钱 各位朋友在MMA里面 你如果真正把这六个部门发展出来的话 你能够赚到怎么样的钱 D 各位朋友钱呢 我们一定要跟时间比较 有钱有时间 有钱没时间 没钱没时间 没钱很多时间 如果是给你选 你想选哪一种 有钱有时间 第一 你如果不是创造系统的 你不可能有钱有时间 第二 如果你不是买系统的购买者 你不可能有钱有时间 所以第三 如果你是上班的 你跟有钱有时间没关系 你是属于没钱很多时间 不然就 很多没时间 但是也没钱 忙到又没时间 又没钱的 有没有这样的上班人 有 只有参加系统一段时间成功转型 你才会变成有钱有时间 第一个MMA可以给我们的钱 第二 MMA可以给我们不受建制的收入 不受限制 各位朋友不受限制 这四个字不是随便可以讲的 如果今天你在你的行业 你的领域 或者是你的生意 赚到十千块 有可能已经是顶了 但是在MMA里面 如果你赚十千块 有可能才开始 听懂没有 这样让我 我赚了两百千几年 每一年两百 两百来一年这样赚 赚到险了 我讲两百千好像不是够用了 在KL 要买大房子 就要赚四百千 我不受限制 我自己决定 你的公司加薪水 谁决定 你的生意要增加收入 谁决定 市场 听懂没有 经济风暴 对不对 但是在MMA 生意好 行情好 就很多人买多一点 行情不好 就很多人进来做 所以你生意是不受限制的 因为我们是建立人 你要从这个角度去明白 安利已经五十年了 各位朋友 经济风暴 对他来说 他讲 听懂吗 所以经验 明白没有 所以不是货半是苦 不是人一是苦 很多人 做一半还怀疑 你就惨了 我跟你说 所以各位朋友 安利不受限制的 你赚了四百千不够 你可以订六百千的收入 现在最高的FAA 七十点 八点七六米 等下FAA要回来了 他们一定增加 因为听说 去年我们的成晚分 做到九十点 MMA的BLAIN只有七十点 听懂吗 各位朋友 不受限制 没有第二个行业敢讲 第三 不断成长 什么叫不断成长 各位朋友 你知道 你们懂BLAIN的 如果你退休的时候 你有六个DD 你把你的生意传给你的孩子 五年十年以后 这六个DD 在系统的培养底下 它变成六个钻石 你就不是钻石了 知道吗 听懂没有 一个钻石三分 六个钻石就FAA18分 你马上从一个 一年四百千的收入 成长到一年1.5M 一年 Business Class 两次马上upgrade 成为 First Class 四次 各位朋友 为什么我跟我朋友讲 没有机会穷了 因为我现在有九个部门 设定目标 2015要做钻石 我就是 皇冠大师 各位朋友 四个部门 明年会脱离做翡翠 为什么 因为 我们要干就快快进来再干一次 因为危机就是转机 我就是等到经济风暴才出来FAA的 为什么 因为这个时候是最多人才给我们的时候 这个时候是最好的时机 你不要再等 明白吗 你在等你要等多十年 经济风暴才来 你慢十年你几岁 听懂没有 已经闻到棺材香 听懂没有 OK好 那MV还可以什么钱 不断成长 还有可以赚到 第四个 不在职 跟不在市收入 各位朋友 不在职啊 各位朋友 不在职 谁有不在职收入 皇族 歌星 作者 发明家 听懂没有 你是想像你三天不去公司 三个月不去公司 看你还有吗 对不对 还有第二 就算你有不在职收入 你没有不在市收入 什么叫不在市 做了传给孩子的 今天如果一个医生 他有一间很大间的医院 他在的时候 他可以赚很多钱 他的那个医生牌 他死 他不可以传给他的孩子 对不对 他有不在职 但是没有不在市收入 MV有没有 所以MV这个钱 要不要赚 第二个 MV的第二个 叫做健康 各位朋友 MV的健康 我以三个角度来跟你讲 第一 心理健康 你不觉得外面很多人 心理变态吗 我看你样子 我知道有的人生理 一点怪怪的 从眼神都可以看到的嘛 一个人生理要健康 一定要在健康的环境成长 心理才会健康的 听懂没有 第二 思想健康 思想健康 对一个人来讲 是多么重要你知道吗 但是思想健康 要靠环境 靠老师 靠提醒 靠书本 对不对 靠你接近的朋友 MV即不即即 是啊 第三 身体的健康 你每天在听营养早餐 你怎么样 你都懂得什么 叫做保健 你知道高血压怎么怎么调理 你知道便秘怎么调理 对不对 所以各位朋友 在MV你可以赚到这三个健康 接下来 第三个 家庭 各位朋友 很多人很多钱 很多的房子 但是没有家 为什么没有家 因为没有教育 没有文化 各位朋友 我们安利有没有教育 我们第一开始 从家开始教育起 家里有谁 家里有父母亲 家里有太太孩子 家里有兄弟姐妹 家里有自己 你能够透过安利 给父母亲最好的礼物是荣耀 给害太最好的礼物是保障 给孩子最好的礼物是榜样 给兄弟姐妹最好的礼物是机会 给自己最好的礼物是成就 给朋友最好的礼物是希望 透过安利 你能够把家变大 把地球变小 以前我们没有安利 我们哪里有这些 我们没有上大学 因为没钱 我姐跟小妹 就是因为我们改变了做安利 他们才有先上大学 今天 我们上两个礼拜 才在营顶办一场大会 我姐是主讲嘉宾 我是导师 我的小妹是带动的 我爸爸妈妈坐在底下 快乐啊 那种表情那种骄傲啊 然后每一个学员都去跟我爸爸妈妈 谢谢你们 因为有你们你们 你们才把老师生下来 你才把你的孩子栽培的这么好 让我们有机会跟他一起学习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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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个都跟我爸爸妈妈影像 我爸爸妈妈讲到现在还没有完 各位朋友 想不想给你父母亲荣耀 第二 你的太太跟你这么久 你有没有给他保障 很重要 你三餐还不能够温饱 你给他那种不快乐的生活 各位朋友 男人啊 你要懂得争气 接下来孩子 孩子 影响最大的就是妈妈跟爸爸 爸爸是最影响的 整个家里的Leadership 就是爸爸的影响 很多的父母亲没有做榜样 把孩子培养成为 孩子是国家未来的 栋梁对不对 但是很多的爸爸妈妈把孩子 培养成栋梁 因为没有榜样 天天鞭策孩子自己又不努力 OK 然后呢 给兄弟姐妹最好的礼物是机会 你看到多少传统生意 兄弟姐妹 一夜变仇人 砍来砍去对吗 但是通过这个生意 我们能够给他机会 成就自己 也能够成就大家 明白吗 就好像我兄弟姐妹 全部都干安利的 我姐跟姐夫 是GM来的 他们都干安利 你看到吗 所以各位朋友你看多快乐啊 我们全家天天在当安利 OK 然后呢给自己什么成就 我觉得我30岁 对哦 我30点多了 30多点了 我觉得走到哪里都被人爱戴 被人需要 被人尊敬 我觉得我很有成就 你觉得呢 如果今天只不改变 10年前我是车衣服 我上来讲车衣服大会 你要来听吗 对吗 然后最近我到处去演讲 还有很多老师 就开始打电话来 你等一下去演讲 顺便去讲课 我们包红包给你 各位朋友你是想想 你有没有看过哪一些老师 你能够去到哪一边玩 然后去找一间课室 走进去讲课的 你刷的 但是MV可以 对不对 所以各位朋友真的 给自己最好的礼物是成就 被尊敬被爱戴被需要 真的就是成就来的 OK 然后呢 我的朋友只要见到我 都很喜欢听我讲话 为什么希望吗 听到我讲话就充满力量 各位朋友 今天你听我讲话 有没有充满力量 有没有充满希望 有 如果听我讲话 都不会感觉的人 你已经是末期了 差不多了 各位朋友 第四个人生的六六大顺 我们要有朋友 这一辈子我们要搞定的问题 就是我们要有老伴 我们要有老本 老本 我们还要有老友 如果老婆死了 我们还有老友 对不对 老伴死了 我们还有老友 但是各位朋友 你的身边 朱朋哥友比较多 还是良师义友比较多 朱朋哥友讲废话 就把你变废人 良师义友讲有用的话 才会变成有用的人 各位朋友 你相信进朱扯扯 进末折黑吗 你相信跟什么人在一起 就会变什么样吗 以前有三个好朋友 一起去岛那边度假 要回家的时候 他的船就怎么样的翻掉 然后他们就被遗弃在一个孤岛 在孤岛二了三天三夜的时候 突然间找到了一个像阿拉丁神灯的这样子 然后用那个来装水 就把他擦的时候 突然间有一个阿拉丁神 他说你们三个什么是主人 你们把我放出来 你们每个人都可以有一个愿望 第一个就开始喜愿 老大就讲 我以前是嫁迪士的 现在我不要嫁迪士了 我要做迪士的老大 OK好 然后呢 就变成迪士的老板了 第二 老二就说 以前我是在那个7-11做服务员的 现在我想要有时间的7-11 听懂没有 然后呢 就变成7-11老板 第三个老三 你要什么啊 我不知道咧 我一路来都跟他们两个很好 现在你把他变走了 我觉得很显咧 我要你把他们两个都变回来 最后那两个倒霉鬼 这个故事就是给你知道 你跟什么朋友在一起 你就变什么样 对不对 所以能指引正路的朋友叫良师 能够同行正道的朋友叫义友 所以良师益友 所以良师益友 朋友何止能够让你成就一生 也能够让你血染一生 听懂没有 你自己选择 第四 第五 成长 各位朋友 在安利这个环境 我们没有嫌弃你 当你不会不可以的时候 我们要你 慢慢培养你 让你成长 让你收入成长 思想成长 听懂没有 当你丰富了自己 你还可以丰富别人 当你达到你要的 你还可以再成就 对吗 在这个环境 你能够找到终身学习的榜样 终身成长的环境 终身奋斗的目标 你可以一致成长 但是在外面 你能够找到这样子的吗 你不会的时候 谁决定 别人要不要你他决定 能不能你决定 但是在这边 要不要你决定 能不能 我们决定 听懂吗 所以各位朋友 最后一个 理行 如果你做了钻石 翡翠以上每年一个 钻石一年两次 就好像这个 我们的国 顺 19岁 我看他听到 我很认真 5年过后 就是24岁 国顺大协毕业的时候 他做成一个钻石 开始就理行 活到80岁 一年两个trip 就是56乘以2 112个国家 每一个trip 最少30千 MAY要花在你身上 MAY没有去 Pula Bangko Langkawi 这些地方 MAY去了全部 你算一下 只是旅行MAY欠你几百万 有去过外面自己 旅行的朋友 你就知道 叫感激感亚团 五天四夜 三国两地有 听懂没有 那天我还听一个嘉宾 去我们中心分享 更好笑 他讲天啊 MAY的这个旅行 跟外面的旅行天狼之别 他们去那个中国 然后最后呢 因为那个 那个团 团长是 喜欢打气功 五点半全部叫他们 起来打散工 他讲 气死他 同时那次都不要再跟 团去国了 他讲 各位朋友 这叫六六大孙人生 你要吗 难道你听了没有一点心动吗 人生最难的不是努力跟奋斗 是抉择 只要你选对 各位朋友 你就去克服难 不要给难克服 刚才那个大哥八十五块没有 放心 你去借 去loan ZAPP85块 听懂没有 很快 你卖两个产品 就赚回来了 听懂没有 在中国 我去讲课的时候 我听到一个这样的故事 你们要不要听 要 一个乡村的村姑 你知道中国是重男轻女的 他们只能够生一胎的 第一个 她是大女儿 哪里知道好不幸的 他的弟弟出世小他几年 然后呢 爸爸就不是很疼他 在十四岁的时候呢 没有给他什么教育 就跟他说 女儿是赔钱 或你就出去跟我赚钱养弟弟 就这样子一送 就把他送去一个家 做保姆 就是做那些好像baby sitter 这样子 一个月三百五十块的人民币 每一个月 就这样子 没有目标 没有梦想 没有希望 没有人关心 没有人关怀 活了四年 活了六年到二十岁 二十岁的那一天 他的老板 就带他出去菜市场买菜 不小心就撞见一个钻石 你的钻石到处撞见线的 对不对 这钻石一撞到他 就看到他的手揍揍 他说 宝贝你的手干嘛这么揍揍 你到底今年几岁 那个女孩子跟他说 我今年二十岁 天啊宝贝 你需要懂得什么 叫做女人山羊 今晚我有一个美容沙龙 你来听好不好 这个女生呢 从来没有人这样子重视过 他跟关心他 他心动他感动 他跟老板说 今年能不能让我放假去听课 老板答应他 让他去听课 在走去会场的时候 在门口需要交两块钱的人民币 他竟然没钱 他只站在窗口 七年过去了 这个女人二十七岁 今天是中国的执行钻石 在做到钻石第一年的奖金 他把他换成现金 用麻包袋 叫人家抬回去东北 从村头走到村围 给他爸爸讲 女儿不是赔钱活 他的一段演讲激励了很多人 他说 第一个我要感谢的是我自己 在我非常低落 没有人爱戴 没有人疼我的时候 我每一天都跟上天祈求 因为我没有放弃过我自己 所以今天上天安排了 各个的机会来协助我成功 所以各位朋友 请给我一个掌声 他说 所以各位朋友 那段演讲 我看到我是在流眼泪在底下 我真的太感动了 我说一个没没有条件的人 因为他遇到了一个人 选对了一个环境 再加上一个机会 他今天改变了 但是在我们身边有多少的朋友 他的思想残障 肢体没残障的 各位朋友 各位朋友 人可以很将就 也可以很将就 你可以选择平凡 你也可以选择贫穷 你也可以选择不平凡 他是一个选择 生意贫穷不能怪父母 但是死意贫穷 我们要怪自己 在12岁我们家里经历一场很不愉快的事情的时候 我跟我自己发誓 我不要让我的下一代再穷 我要让我的父母亲过上好日子 好时不时23岁的那一年 给老板妈妥税 他就给我最后一桥给妈童 今天各位朋友 我希望通过这一场的演讲 这一场的分享 重新让你发现你自己 不要放弃自己 好不好 好 明天老师还有更精彩的演讲 也准备好了 要不要听 好 明天你听完过后 你就会跟着大策大悟 原来的案例就如此简单 要不要来 好 所以各位朋友 那今天我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